沒有了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要來看波斯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綠色 是選擇了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到了城堡時代這個效果可以發揮到最大 因為城堡時代可以蓋下多個城鎮中心 迅速開弄 波斯人比較特別 它是擁有遊俠又擁有駱駝的文明 所以你可以既打遊俠又可以重裝駱駝 所以在遊俠爭霸戰來說 波斯人也算是有主動權的 不一定要出到槍兵配上遊俠的打法 也可以出駱駝加遊俠 但這個搭配組合算是比較少見 也比較不推薦 玩家們會這樣打 因為耗費的黃金實在太多了 但這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波斯人不想打遊俠 只是想打駱駝需要即時反擊的時候 他也可以出駱駝做反擊 所以算是作戰來說 比較平衡一點的文明 波斯人也有波斯戰象可以使用 雖然不太常見 但也在一些特殊情況可以拿出來實戰用 波斯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 無限、免金、小弓 配上自己的遊俠 做一個搭配 本身波斯人 他的劍兵系是比較廢一點的 雖然他有步兵鎧甲三級的 但是他連雙手劍兵都沒有 所以這一點玩波斯人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是伐木速度 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賽爾特人他本身的攻城器 攻擊速度也是特別快速 只要點一下金罐之後 血量也可以讓攻城器 變成遊戲裡面 攻城器血量最多的文明 那步兵的移動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跑得最快的步兵 再來就是賽爾特人 本身有遊俠 但是沒有三級的馬卡還有品種 所以遊俠用起來會有點弱 甚至我把它稱為殘廢遊俠 就是你又貧血又有點不看見死 遊俠用起來就有點夠怪的 不太好用 那賽爾特人呢 主要還是打步兵 攻城器 還有這個為主的 其他東西應該不能說上是能用 算是堪用吧 尤其是遊俠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賽爾特人的近況 在下方 果子在右邊 哇這個開局還不錯 而且它有四片墓區啊 相當的自由 而且圍法也是相當輕鬆 這邊稍微小圍一下 圍過來 或是直接圍過來 然後圍一個這樣過來 或是直接圍到底也可以 圍到底圍到底 稍微小圍一下 都可以 那地圖來說 這應該有六七十分 至少合格以上 很不錯的一個地圖 而且石頭在前方也沒關係 因為後面還有一塊石頭 所以問題也不大 要來看一下波斯這邊 波斯這邊 果子在前方 黃金在下方 這個就點不太好了 而且牧區都離的有點遠了 而且只有三片牧區 哇 跟這個賽爾特人的地圖 比較起來了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了 真的是這樣子 賽爾特人這邊 喔不是 波斯人這邊地圖 就比較差一點了 但沒有關係喔 地圖差也不代表 就一定是會弱厚的 這就是有點考驗 玩家們的觀念喔 跟防守 跟反應的問題喔 好 這邊看到賽爾特人 決定來打一個 民兵快攻 那這邊是打三棒棒喔 喔三棒棒開打 但是現在喔 還沒有這個 跑速加成喔 要到封建時代開始喔 才會有這個 跑速的優勢在喔 OK 變成1.03了 那我們看到這邊波斯人 是打民兵 只有0.9而已喔 速度上來說 還是賽爾特人喔 這邊又有優勢喔 哇靠 這邊賽爾特人居然拿到了一殺 波斯的一隻聰明 直接被擊殺掉了 OK 直接身為裝甲步兵 那這裡兩隻棒棒 到了賽爾特人家裡 並沒有開始騷擾 稍微打一下 結果木槍被打破 裡面果子的聰明也被逼了出來 兩隻民兵再繼續往前 加上一隻弱馬 繼續推進 波斯人家裡有點被騷擾到有點煩 但還行喔 至少還沒有出現死傷喔 好 三隻中甲步兵 直接對著魔防開砍 但後方的射箭場的弓兵已經出來 所以應該沒有辦法 可以拿下這根魔防 怎麼被砍死了 你怎麼倒了 好 後方的民兵喔 也沒有太多工作可以做 好 工兵再次出來 兩隻應該可以擋住了 OK 那這邊兩棒棒我們有轉裝甲 薩爾特人這邊決定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待會可能再補一個兵工場 薩爾特打雙射箭場其實蠻厲害的喔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薩爾特人喔 本身他的伐木速度很快喔 雖然他沒有強弩也沒有三級射 跟這個工兵鎧甲 但照城堡時代的話 大家都是一樣的喔 所以薩爾特人其實也蠻適合 射箭打工兵 然後在神道地龍時代 再轉奴兵升級喔 後續再轉出其他的騎士阿 或者是 工程器單位喔 去做防守或進攻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算是打這個寶兵薩爾特的松藍武士喔 也都OK 這個薩爾特人的射箭時代 工兵轉 轉騎士喔 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作戰策略 波斯人這邊喔 則是想打什麼都可以喔 沒有什麼太多限制喔 就只有步兵不太能打 好 這裡又是工兵 能抓得掉嗎 OK 沒有抓掉 賽特人直接把兵拉了回去 波斯人用工兵繼續追趕 那下方又有更多的工兵走得過來 家裡又再次騷擾到 本會拿掉一村嗎 唉唷 直接即時收村 那大家覺得 欸 好險沒有被殺掉村喔 確實是喔 但是這邊已經被騷擾到兩次了 有點慘 只要每收村一次喔 都會受到一點經濟損傷喔 好 賽特人補下了一級農 還有輪軸技術 波斯人這邊則是轉出了一些工兵 繼續還有毛兵 但沒有轉太多喔 這就很奇怪了 他這個經濟配置喔 應該是可以打雙射箭場 再補個兩村就可以了 但他這邊由於遇到對方喔 賽特人轉出了太多的毛兵了 所以自己覺得轉工兵喔 可能打不贏喔 所以黃金現在有點爆炸 所以待會還是要補一個市集喔 去做一下買賣喔 不然會很難升到城堡時代 那賽特人這邊喔 則是 轉了雙射箭場 打的是毛兵喔 毛兵按得非常多 雙射箭場毛兵 然後只有兩個人在挖金礦 這個配置也是極為特別 這個值得看一下 好 那波士爾這邊果然還是 蓋了一個市集 準備買賣一波 那毛兵封建時代開久 有個弱點喔 就是傷害力並沒有那麼強大 好這邊想要進來有機會嗎 好這邊毛兵 直接過來 雖然吃了很多箭矢傷害 但並有損失慘重喔 此次毛兵走過來 是給波士爾給到極大的壓力 好看到有點走不出去 決定要直接離開 好不留念了 他覺得對方大概還會繼續 把這局全部委婉喔 所以他怎麼走 繞個一圈喔 還是會被這個 神聖中心給射到 好兩邊幾乎同時按下了 城堡賽 好像沒有幾乎喔 波士爾領先快30秒 好 好 應該封建時代就這樣子了 好趕快升到聖堡賽 看一下城堡兩邊怎麼打 OK 波士這邊轉出了一擊的馬卡 波士爾領要準備轉騎士了 好 好雙馬就出騎士開始前壓 賽爾太人這邊轉出了 攻城七字招索 還有二級一射 還有戰毛兵的升級 二級法目也補下了 OK騎士一出來 這些毛兵就沒有辦法擋得住 雖然賽爾太人已經開始按出長槍兵了 但槍兵數量還沒有升級為重裝長槍兵 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好這邊變成戰毛兵開始有點傷害了 而且裡面還穿插了一些槍兵在做騷擾 OK殘血的馬拉回家 還有血量就繼續攻擊 OK先打槍兵 槍兵打掉就可以繼續打 OK再把殘血繼續往回拉 然後再補一個修道院 OK修道院補在這裡 這個蠻標準化動作的 所以沒有什麼太多的奇怪的狀況 OK 騎士拉回家 但是為什麼還是數量有點少 他是不是沒有把所有的騎士拉回家 好裡面藏了一個奴兵還有投石車 但該這麼前面 但正面的軍力也沒有打贏 賽爾太人這邊重裝長槍兵 要趕快找個機會補下 不然鋪設人這邊單出騎士 就可以封鎖掉他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 鋪設點下一級挖金 那這邊鋪設遇到 這種槍兵配生頭的戰術 其實不太好解 真的要解的話 可能要轉大量的 騎士吧 或者是加這個老頭 但鋪設人的老頭 也不是非常厲害 他甚至沒有救出思想 要招強對方的工程器 鋪設人也不太好打 所以另外的工兵開局 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然就是要轉個 長槍兵了吧 或是長劍兵之類的 但這個選擇就太low了 好 所以這邊就要看 托斯人到底要怎麼抵抗 賽爾特的生頭戰術 這裡蠻關鍵的 好 這邊騎士上去硬砍 但是損失掉了一隻騎士 還能接受 弄到長槍兵 稍微被反制了回去 數量上有點不太夠 但騎士已經全部都殘血了 OK 托斯這裡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待會如果有開始挖石頭的話 待會把城堡補在這個中間位置 就可以有效抵擋住生頭戰術了 好 這邊要轉射箭場了吧 但這邊轉弓兵的話 會有個問題喔 打不贏對方的盧炮跟投射車 所以波士人真的要解 真的是不好解 好 賽爾特人這裡還是不太敢 繼續把自己的 長槍兵往前送 唉唷 一出來 投射車拍個一下 達到了一些騎士的血量 但是一出來 騎士就上前收掉了兩台 投射車 好 這邊還保存了一些 騎士的數量還不錯 八隻騎士 順利的 拉了回家裡 繼續補血 好 賽爾特人這邊 待會可以再繼續往前 用投射車繼續前壓 好 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好 波士人也補下一個輪手 哇 這裡很難搞囉 波士人 那我之前有看過一個解法 就是 直接轉步兵 大量槍兵加常見兵的混搭打法 直接淹過去喔 這個升頭戰術 其實還蠻強的 好 來看到三隻騎士往後衝鋒 順利收掉了一個奴炮 好 有一台投射車 那後面的老頭 跟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投射車有機會嗎 第四台投射車在後方 繼續追趕 但是後方有兩隻僧侶 應該可以著想得到 好 這一波交換 但看起來賽爾特人並不虧 還算能接受 這邊長槍變數量還是夠多 好 投射車還是被解掉了 兩隻老頭第一時間沒有招翔 反而是波士這邊的老頭去招翔掉了 對方騎士 這邊騎士變成四隻 好 這一台投射車應該有機會 唉唷 這個投射載一把老頭 老頭居然殘血活了下來 結果被後方騎士給收掉了 賽爾特人這一波的伸頭 打得非常失敗阿 波士這邊只用大量的騎兵 就把對方壓制了回去 好 但賽爾特人也沒有放棄 繼續轉出更多的槍兵還有騎士 雖然3TC也在運轉 但波士這邊的經濟效率 應該是比波士 賽爾特這邊更好的 因為待會3TC就更能正常運轉 好 這邊騎士有點往前送 後方的弓兵終於升級為奴兵 OK 弓兵出來 射一下 投射車敢放出來嗎 好 升級為奴兵 好 升級為奴兵 奴兵現在要二級射 這樣來打這些槍兵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投射一下 好 騎士逼走 投射車就可以出來 OK 直接滴掉 好 但這邊有點害怕 直接被射掉老頭 投射車也不敢出來 好 槍兵被打出來之後 馬上拉三隻老頭 開始著想 裡面的投射車被逼了出來 殺了一發 後方老頭一出來也被射掉 哇 賽爾特人這邊血虧啊 但還好賽爾特人這時候已經轉農了 3TC正常開農 村民術是104村 對上波斯人92村 而且已經點下了帝王師帶了 好 這邊攻兵 遇到了船槍兵直接開射 船槍兵也是直接上前應戰 也不管了 哇 結果正面單位全部被擊殺掉 波斯這邊的黃金組成 打得還算不錯 好 這時候賽爾特人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又來升常見兵了嗎 那賽爾特人喔 這邊也可以考慮趕快挖多一點石頭 趕快蓋城堡 直接轉出松懶武士喔 解掉波斯這裡的陣型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松懶武士配上槍兵 是可以打得以騎士搭配弓兵的打法 好 閃亮牆兵再次上前 直接一戳 好 戳掉了一些騎士 但是 還行啦 好 後方這邊已經解乾淨了 好 第二十代還有15秒 賽爾特人果然在前方補了一個城堡 好 波斯把騎士往回拉 補下了一個惡農 賽爾特也補了惡農 但手推車還沒有補 好 波斯人這邊的臭名樹 開始拉近賽爾特人 村民差距約為十村而已 這邊騎士到了上方 但沒有抓到後方的村民 OK 這次抓到了 哇 這邊大量村民往後走 撤退時遇到大量騎士的追趕 哇 這一波砍掉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隻村民有了吧 八隻 八隻村民 還不錯 好 那一身上帝龍師 帶來賽爾特人 也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那目前待會只要升個三級板甲 還有攻擊力再升上去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但是遇到波斯的遊俠 可能還是要走槍兵 配送蘭武士的路線會更好一點 或者再搭配一些工程器 例如大衝車啊 或者是奴炮之類的 猴子車會比較好 為什麼還要打工程器 最主要是因為對方有城堡 還有大衛的無限工兵戰術 衝車是可以有效吸收 對方的箭矢傷害的東西 而且這時候波斯再點下了波斯工兵 打這個波斯工兵的路線 更有可能 所以賽爾特人只單純出槍兵路線的話 是打不贏 波斯人這邊的組合的 雖然這邊賽爾特人轉出了中頭 但要怎麼保護中頭繼續進攻 也是個問題 好 波斯人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洛瑪也升了上去 化學也補了 後面的槍兵繼續防守 好 正面騎士中標衝過來 補了三級板甲一攻 還有增逼技術 下方波斯人也補了一個城堡 好 開始來控圖了 OK 開始來控圖了 波斯這裡直上遊俠 二攻也上了 化石也補了 OK 該補的都補 兩邊都不太敢交戰 現在賽爾特人再繼續轉出更多的軍營 城堡並沒有轉松蘭武士 好 接下來的波斯 產弓兵都不需要黃金了 這些弓兵全部都是木材做的 非常省 這也是我以前很喜歡打的一個戰術 無限弓兵戰術 配上遊俠 一波帶走對手 好 這麼多槍兵 弓兵應該能解掉 那就要來看一下兩邊的操作 看到賽爾特人再補下賽爾特狂了 投石車血量可以增加40% 記得投石車可以到98滴血 其實蠻坦的 快到100滴 好 掌個18 喔 是84滴 還是那是重頭啊 還是我積錯單位了 OK 中頭84滴血 好 弓兵在高地進行攻擊 效果還不錯 遊俠已經升級好 彈級弓兵也補下了 哇 這邊巨型投石機 一架起來就被中頭給砸掉了 衝車往前也是被投石大軍給砸爛 賽爾特人這邊投石車配上槍兵路線 讓波士感到極大的壓力 但是三級弓快要升級好 OK 三級弓一好 遊俠要開始往前了嗎 好 看到往前蓋東西 但遊俠也沒有衝動 這邊想要續更多的遊俠出來 好 賽爾特人這邊槍兵數量來到50隻 唉唷 中頭還找到了一發 小賺 所以投石車也是很適合打一群的遊俠 只要遊俠全部聚在一起 又預判成功的話 有個賽爾特人喔 就會很舒服 但是賽爾特人要遇到的事情 波士人是有火炮的 所以火炮如果控得好的話 投石車可能就沒有登場的機會了 好 這邊拉回城堡下 大量的槍兵直接被射爆 但攻擊數量其實也沒多多 十四隻而已 好 正面遊俠要想要正面突尾嗎 哇 被掌了一發 遊俠有點損失很多的血量 投車直接砸爆了後方的火炮 火炮沒有控好 好 後面往後拉 高打第一 打正面的槍兵效果很好 但是有一排的遊俠直接往後衝了過去 這邊直接拆掉了一台 投石車 第二台 第三台 沒有問題 第四台有機會嗎 有 第五台在後方 哇 投石大軍瞬間被遊俠解光 但是遊俠的數量 也只剩下僅存的十隻了 炸他人突然一波崩潰 但是槍兵還是繼續往前補 投石車中找到後方的工兵 但工兵被換掉了完全不傷大雅 因為不需要謊經 這些工兵就算被擊殺掉了 再去罰更多的木頭 出來產出來就行了 對這邊交換來說 或是可以盡可能的 產出更多的工兵 然後暗線遊俠到後方去騷擾 可能才是上上之舉 好 正面砸了一發 差一點又砸到大量的工兵 但有點打歪了 好 這邊可以再轉型火炮出來 這邊兩隻老頭有點過勞 瘋狂補血 太多殘血的遊俠了 好 塞特人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工程器單位的射程 還有傷害 對建築物的 好 這邊有很多槍兵在跳Discord 原地跳舞 瘋狂抖動 好 下方兩個巨頭 加上上面兩個 四台 進行總攻 但是塞特人看到這麼多 巨型偷吃機 突然同時架起來 有點憂鬱 到底要打正面呢 還是要往下打呢 如果往下打正面的防守 就會出現漏洞 後面的偷吃機 就有被突圍的可能 好 還是有少量的遊俠突圍成功 但是槍兵直接上前 戳掉了遊俠 這面的遊俠也開始應戰 但是後方投死車的傷害非常高 但是後方的城堡已經倒了 投死車已經沒有地方 可以進行逃跑 很多遊俠直接追趕了上來 後方有更多的槍兵補了過來 但是槍兵數量還是不夠來得及 就到這些鐘頭 這些鐘頭 可能又要再被再次打倒 塞特人抱著三千多了 不知道該出什麼單位 好 但這邊終於順利的 把遊俠全部解掉了 好 補下了一些射箭場 塞特人打到要出射箭場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要GG的時候 二級射 二級弓兵鎧甲 射箭場 這意味著你要用城堡時代的兵種 去打地龍時代 他可能覺得這些弓兵不出毛病吧 可以吧 但確實喔 現在出槍兵配戰毛兵 如果控得好的話 還是有機會喔 只是有機會阿 能不能拿下來喔 有點看觀念了 還有操作 好 這邊波斯直接往前 欸 巨型投資機 來到非常前面的位置 應該是沒控好 這場來說應該不會走到這麼前面 好 波斯人這邊開始轉出了一些肉馬 好 攻兵就去出 無限攻兵戰術非常的舒服 哇 林金波斯公兵立大功 射爆了正面的薩爾特大量的槍兵喔 好 那就先開始轉肉馬出來 開始讓人對這些毛兵自己輸出 雖然這邊工兵看起來喔 對這個毛兵判很虧喔 但其實不然喔 人家賽爾特人出毛兵需要肉跟木頭 或是只要木頭 而且賽爾特人也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一般的波斯工兵也能射的回去喔 並不完全喔 都是被克制的那一方喔 所以賽爾特人這邊已經 涼了 好 波斯車再出來 遊俠一直解 這邊遊俠還是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好 繼續投擲機 繼續拆除外圍的建築物 波斯公兵繼續發威 射你槍兵也射你毛兵 想射誰就射誰 瘋狂射射 哇 真的射爆 攻速也比毛兵快 毛兵怎麼打 還打不定遊俠 啊 GG了 這裡要是賽爾特人打 槍兵配鬆蘭武士的話 感覺是更好一點喔 因為也不太需要太害怕遊俠往後衝 而且可以正面無腦喔 好 沒了 賽爾特人這邊已經 最後一根城堡 也不最後一根 但是正面的最後一根 確實要沒了 這根城堡移掉 正面守不住 後面農田直接被爆炸 打出了GG OK 賽爾特人出了304隻的槍斃 但是遊俠也出了127隻 經濟有夠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狀況 賽爾特人這邊是拿到木頭的勝利 食物也贏喔 其實經濟上來說 是有稍微贏的波士人這兩個基礎支援 但黃金上來說是輸了7000黃金 其實有點傷到經濟 這邊經濟總共還多拿了4個勝物 產生了2000個黃金 波士人這邊經濟來說 黃金是優於賽爾特人這邊 賽爾特人這邊木頭雖然贏了很多 但這也不是關鍵的支援 最關鍵的還是黃金 因為到了後期誰先沒有打黃金兵種 誰就會先落後於這個弱勢的那一方 那剛好賽爾特人這一把 其實黃金或許讓避免這麼多 打個收藍無視配槍兵入線 其實會是更適合的這場比賽 我個人認為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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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